今天早安 我是王賢瑜 今天是11月3號禮拜天 新聞一開始我們來關心天氣概況 瑞軒 早 賢瑜早 各位觀眾大家早 瑞軒 今天早上天氣是陰陰的 請問是不是受到封面的影響呢 而且中央氣象局還發布了大雨特報 那請問這個大雨會影響到哪些地區呢 麻煩你囉 好了 今天早上主要就是受到了封面的影響 所以全台各地的水汽都是比較多的 像是從這張回波圖上面就可以看到 在東部的沿海地區就會比較強的對流出現 那像是今天早上在台東還有屏東地區 就是受到對流移入的影響 是出現了一些局部性的大雨 那今天也會一直持續受到這道封面的影響 全台各地都要注意會有短暫陣雨的情形 那再來從地面天氣圖可以看到 這波封面今天就會逐漸通過台灣 所以今天全台各地天氣都是比較不穩定的 都是要注意會有短暫陣雨的狀況 而到了晚上這道封面會逐漸通過 隨著就是北方的高壓會逐漸難移 所以東北季風也會跟著增強 雖然說這波東北季風並不會帶來比較低的溫度 但是會帶來比較多的水氣 所以今天晚上開始之後 在北部和東北部地區 這個雨勢會變得更加明顯 而且都要注意會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現 那這波東北季風也會一直持續到下禮拜二 所以這幾天天氣不太穩定 大家出門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季 那再來關心到溫度的部分 雖然說這波東北季風並不會帶來比較低的溫度 但是各地的溫度都還是會下降個一到兩度左右 尤其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感覺上又會更加的涼了 那今天白天各地的高溫都在二十九度 那到了晚上之後東北季風增強 各地的低溫大概都在二十二二十三度 感覺上會比較有涼液一些 所以大家晚上出門還是要記得多加保暖 接著來關心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先來看到北北季地區 今天的降雨機率是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溫度是二十三到二十八度 再來看到陶竹苗地區降雨機率是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溫度是二十三到二十九度 接著完成到中部地區降雨機率是百分之三十 溫度是二十三到二十九度 接著來看到雲嘉南地區 今天的降雨機率是百分之三十 溫度是二十三到二十九度 再來往南走到南部地區 今天的降雨機率是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溫度是二十四到二十九度 接著關心到東半部地區 降雨機率是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溫度是二十二到二十九度 最後關心到外島的金門媽祖 降雨機率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溫度是二十一到二十九度 再來關心到旅遊天氣 再來關心到今天的農民曆 今天是農曆的十月一號 我要特別注意朋友是屬兔二十七歲 和八十七歲的朋友 那今天適合的事情呢 就像是祭祀和嫁娶 而不適合的事情就是開始和治產 以下的資訊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把時間交換個險餘 然後再旁的時間